原标题,我遇到的最大的套路,标题党。 哈喽狗子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标题党的毒害,有没有感到一丝熟悉的气息。 然而标题党们绝不仅解释不于此,一,这裸师看起来味道不错,二,我居然揉搓敏感部位这么多年了,三,确实是超红。 四,太残忍了。 李湘看了也会哭泣。 五,小编你能两条新闻分开写不? 六,还是最新鲜的火照。 七,我天真的以为是励志故事,不过要说标题党的鼻祖绝对不能不说红年时期的一档节目。 小时候看了一惊一乍的现在,回过头再看这不就是现在的振兴界标题党吗? 比如这一集,天降冰块的真相2010年6月5日,河北风铭满足自治县的波罗诺镇,早晨8点多中天就已经热了起来。 波东村的杨秀琴正在自家地里旁递。 突然,从天空中传来一阵不同寻常的声响,他抬头一看,从空中飞下来一个闪亮发白的东西,落到了小树林里。 然后就是一通玄乎的讲解呢,采访呢,主持人恰到好处的进行一番推波助澜。 这个玄之又玄的诡异气氛一下子就被烘托起来,冷哥当时看的别提多好奇了。 看电视的表情都是这样的,结果最后揭秘。 是飞机厕所的污水不小心渗漏。 遇到机身周围冷空气凝结成冰掉在了田地里,而且不止国内有标题党。 让国外的也不少1,2,3,4,5,6,7,感觉全世界都充斥着标题党。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? 冷哥是过了,是真的。